这个刚才说到弯弯他们的选举 让人眼界大开 大开眼界 接下来我们要讲到一件事情 说这个台湾军方吧 他有一个基本战斗教程 然后里边有一段呢 是告诉说向敌人 要那个心战喊话 实际上就是劝降了 他有一段标准的词 是这样的 就是所谓的国军啊 又叫台军 亲爱的共军弟兄们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包围了 前有火海 后无退路 赶快出来投诚吧 我们当局是宽大为怀的 绝对保障 你们的生命安全 赶快出来投诚吧 像吧 对他们就这么喊话的 结果 结果现在出现的问题是 好像万万自己觉得这事有点不妥 就是说我们有机会这么喊吗 这问题提的好 对 所以我们这回有机会看到一个他们的质询 常常在讨论观 马上 走 有这个 关于我们的这个训练内容的一些问题啦 有一些已经是不合时宜的 所以 部长我想你是陆军出身 所以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一个心在狠话的 是单兵战斗教练报告词 所以部长你要不要念看看 对 我们训斥是次长接管的 所以次长要念一下吧 是包围员我来念一下 单兵全联附众 亲爱的共军弟兄们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前有火海后无退路 赶快出来投诚吧 我们的政府是宽大为怀的 绝对保障你们的生命安全 赶快出来投诚吧 是谢谢 我之所以请你们念一下就是 其实我们是得到一些 在受训的弟兄他们的一些意见啦 那当然他们也不是只有给我们这一个部分 我们只是结局而已 他们觉得 我个人也蛮认同啦 觉得这个 以当初反攻大陆的一个概念之下 我想我们现在真正到这样子的状态 去请他们投诚的可能性 应该是有限啦 那有很多 而且按照脉络 这也其实已经在军中 已经留很久了 这样子的训练的内容啦 那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 我也时间有限 我也不一一的列出来 就是说其实里面还有很多 其实是有点不合时宜 那已经沿用很久的一些教育的内容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 刚才为什么市长还有部长 其实我还蛮希望听到你念的啦 但是刚才其实在念的时候旁边 我们有听到一些年轻人 就有点在笑 他们我相信他不是 不是说念的不对啦 而是这真的听起来 可能有一点已经不太合时宜 所以在这边是 因为过去我也咨询过 几个关于训练内容的部分 所以也希望说 部长可以考虑一下 可以再重新的来审视一下 我们一些训练内容 是不是有一些不合时宜的地方 报告委员 我们这个部分在今年已经由 陆军的腰动势旅完成战斗教练课程的规划 原来用了三十年的十二个科目 包含这一则 已经都已经经过验证以后做调整取消 明年会与时俱进的做更新 包含毕 那这样刚才算是 应该是国君弟兄最后一次念刚才那一段 行了 这就是说呢 国君啊以后也不敢再喊这段 而且他们其实也应该意识到 自己根本就没有机会 是什么让别人投诚逗谁呢 开玩笑 这简直是 我觉得这事吧 这么着 您这段词呢 也这么多年了 对吧 就这么取消掉浪费了 怪可惜的 我来小小的改动一下 对 就说 就说 这不是投诚的事吗 这样 两军对峙 然后呢 亲爱的共军弟兄们 我们已经被保围了 前有火海 后无退路 我们这就出来投诚 我们知道你们当局是宽纳为怀的 请绝对保障我们的生命安全 我们出来投诚了 别开枪 但是这时候我们就会说 你们先别出来 我们马上先空袭 先炸完这轮再说 你看 这个效果 想着就开心 对 有人说 可以这么喊 我交枪不杀 我交枪不杀 你饶我不死 这个也可以 我觉得大家多想想这个口号 给他们推广一下 是吧 这个 我真的 嘿嘿嘿 感谢观看